在1962年的電影金手一集當中 10年001的使人康納萊開著奧斯克馬丁跑車躲避水族 這部世界名車的身價現在可是水漲很高 車主在40年前只花了一萬兩千美元買下了這部車 27號在倫敦卻已超過410萬美元相當於台幣1億2600萬的高價賣給一位美國收藏家 這部車經典配備名義俱全包括頭登下的機箱和後座的防彈折罩 衛星定位系統以及緊急彈跳按鈕 當然最酷的就是這個可以翻動的車牌了 為了搶搭這股電影拍賣熱 讓新戰兵熱血沸騰的黑武士裝備 即將在11月開始拍賣 最後在帝國大盤集中登場的裝備包括車輝和機空 而確定器服不是冒牌過的關鍵則是這個可以拆卸的面具 帥氣的黑武士裝預估上看25萬美元相當於1120萬新台幣 而今夜電影是野先總理的鞋子 也曾在2000年以60萬美元的高價被引迷買走 看來這股電影拍賣熱潮 芳心慰愛 再次回 Đây線仲志音節 請稍微提升 謝謝